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邱沛恩律师 今天有一点时间跟各位分享 揭开律师这个行业的神秘面纱 我想就以我自己的一些观察 跟各位分享律师这个行业的特别特色 我想很多人都对这个行业很好奇 所以我想从各个面向的角度来看这个行业 首先我们来看如何成为一个律师 在我国要成为一个律师 首先必须要有学习法律的专业 一般都是法律系毕业 有一些他是在别的科系 可是他有修过法律的学分 但是他必须要通过律师考试才能成为律师 事实上法律系毕业还可以考其他的公职考试 包含司法官 也就是法官跟检察官 或者是说也可以考调查局人员 或者是说书记官警察等等都可以考 那比较特别的是在这些行业里面 律师他是属于自由业 他并不是公部门的行业 他不是公务员 这是他比较特别的一个特色 那另外当然从事法律的学习 也可以当学者 当其他读法律系学生的老师 那还有如果都没有办法通过考试 那还有另外一个管道 他可以成为民间企业的 每个公司里面都会请一些法务人员 这些法务人员就是处理公司里面的一些法律 那尤其是一些金融业 像银行 他们就会很需要这些法务人员去协助 那这大概就是法律系学生的出路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要成为一个律师 大概需要有哪一些特色 因为我常常被人家问说 他的小孩想要读法律系合不合适 可以这样子来思考 或是这样来观察 第一个就是说 要成为一个律师 首先他的各个学科里面 对于国文这个科目 就对国文的这个科目必须要比较强 也就是他对文字的敏感度要比较高 因为其实在法律的条文里面 差一两个字意思就不一样了 所以对文字的诠释 以及文字的敏感性要比较高 那第二个是口条的能力 也就是要成为一个律师 常常需要跟当事人对谈 开庭也必须要说服法官 所以如果口条能力不佳 可能要成为一个律师会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当然这个口条能力可以透过训练 让自己口条能力变得更清楚 那第三就是要有比较好的逻辑思考能力 因为其实在所有的案件里面 大部分都会有正方跟反方的说法 那逻辑清楚 比较能够把事情讲清楚 把重点讲清楚 让法官迅速的听到 这个问题的争议点在哪里 那第四点我觉得也很特别 就是说当一个律师要很有抗压力 所谓的抗压力就是说在 成为律师之前要有那个抗压力去通过这个律师考试 那成为律师之后要面对各式各样 当事人的问题以及开庭的时候 法官那边给的压力 必须要能够承受出这样的压力 所以这个工作并不是很轻松愉快的 而是常常会处于压力之中 所以能够承受压力的来从事这个工作会比较合适 那最后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正义感 那这个正义感就是说 尤其是对于一些弱势 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你有没有那个帮助他的热情 那我觉得当一个律师如果没有这个正义感 或者说没有这个帮助别人的热情 那其实从事这个行业也会蛮辛苦的 因为只剩下赚钱而已 这样其实是很没有成就感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成为一个律师所需要的一个特色 那再过来我们看一下律师工作的挑战 那其实律师工作的挑战很特别就是说 我们在处理人的 是处理人的问题 这个跟其他的一些工作 例如一些电子业金融业 他们可能面对的是机器 面对的是数字 但是从律师的角度面对的就是人 所以人的问题包含 他会讲出他的事情 以及他会有他的情绪 所以我们要处理他的事情 同时也要处理他的情绪 而且通常来找我们的都不会是什么好的状况 也就是说可能都是例如婚姻碰到问题 或者是被人家倒在或者是说产生一些法律的纷争 或者是说他被警察 或者说被法院通缉等等 都不是一些正常的状况 可能都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情况来找你 所以面对这样子的 所谓的负向负面的能力 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正面思考去应对以及应付 另外就是这个工作其实工作时间算是蛮长的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说去开庭的时间虽然很短 但是你要准备这个开庭的时间需要很长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事先要先写书状 要跟当事人约时间 而且随时都会有当事人打电话来问你他的案件进度 所以事实上这个工作时间 并不是一般的上班族 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就结束 那所以这个也是律师工作的特色 那当然除了专业这一面以外 要成为一个律师还有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可能要有业务面 业务面意思就是说你可能要开拓出你的人脉 去能够接到案件 不是在坐在位置上这边等案件下来 现在律师业非常的竞争 所以除了专业以外 还需要能够拓展人脉 拓展业务 那最后要提到的是 要有抗拒诱惑的自知力 因为我觉得当律师是处于 蛮大的风险当中 因为你会看到各色人等 各式各样的人 尤其是一些比较争议的 或者是说比较在违法边缘的一些行业 事实上那一些会来委托你案件 都会让你知道 其实那边有很高的 有很高的利润很高的所得 你若违背良心去配合它 可能你可以赚到一些钱 但是你可能失去了 你自己的原则 所以我觉得要当一个律师 也需要有很大的 这个抵抗诱惑的自知力 那另外其实 法条不断的修 所以当律师也不是说 就可以平原来考试考上 就可以当一个好律师 而是一个律师的专业能力 必须随时不断的进修 才能够跟上时代 所以这个行业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需要有更多的热情 以及愿意去投入这个时间 以及在这个岗位上坚持 那我想大家另外最有兴趣的是 这么困难的行业 它的收入呢 这个我是最常被人家问的 这个收入的问题 那我大概提一下目前 我们这个职涯里面 这个律师的收入 其实律师大概可以分成 两、二或三类 第一类就是说 他是受雇的律师 受雇律师就是说 他等于是到大的事务所 去领薪水的 那目前我们的受雇律师的行情 大概是考上律师 然后实习完成 我们需要六个月的实习期 实习完成律师的底薪 大概是四万五到五万 有的事务所会给高一点 大概六万 也是五万左右 这是一个出 刚刚进这个行业的律师的薪水 事实上刚进这个行业的律师 说实话还蛮难用的 也就是说他没有什么办案的经验 所以其实刚进这个行业的律师 他是跟着 比较成熟的律师在学习 大概等他磨练了一两年以后 他才会慢慢对各个案件 能够独当一面 然后所以呢 薪水也会随着调整 所以他的薪水大概从五万开始就会陆续的往上调 那这是受雇律师 受雇律师的意思是他就是领别人薪水的 那另外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律师是自己出来职业的律师 像我就是自己出来职业的律师 自己出来的职业律师 我们领的不是薪水 叫做职业所得 也就是说每个案件委托我 他付给我的费用 这个叫职业所得 那这个职业所得呢 就会因每一个律师不同 他的职业所得就会不同 那其实律师这个行业在 我记得我已经当律师22年了 我刚进这个行业的 刚进22年前 其实这个律师 律师这个行业没有很竞争 也就是人数比较少 但现在其实人数已经很多了 所以要能够争议到案件 其实真的需要一些人脉或是业务的能力 才能够争取到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职业所得 就不是说每个月领多少 而是可以看有多少案件来找你 当然当你越有知名度 或是越能够把案件办好 可能透过人家的介绍 就会有越多的案子来找 所以这个就不是依每个月领多少来看 而是看有多少的案件进来 那另外可能大家也有听过 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事务所 在北部 他们可能是跨国的律师事务所 那这一类的事务所 他们的收入大概就是用 他们就不是 不是刚刚讲的那两类型 他们大概都是用合伙人的制度 因为一些国外投资公司 要来台湾投资的时候 他们需要一些法律的咨询 法律的一些资源 那他们会请这些大型的 跨国的国际事务所 那他们这样的收入 其实他们也是 合伙人的收入也是非常高的 那他们同时也会请一些受雇律师协助他们处理这些问题 那其实我觉得当律师除了这些有型的收入之外 还有无型的收入 什么是无型的收入呢 我觉得当律师最好的是 就是帮助到别人 当别人受到帮助的时候 他常常会给你一些回馈 那我常常说当律师是协助跌到谷底的人 你是拉他一把的那个人 所以常常来我这边 在我事务所很难过 我通常最后离开的时候 我会跟他说 你现在大概就是人生的谷底 从我这边走出去 大概就要开始起飞了 因为我看过太多的例子 都是按键之后 其实他人生就转变了 那同样的当你帮助到他 很多很热情的这些 之前的客户以后可能变朋友 他就会给你一些回馈 所以我常常都还会收到 几年前协助他的客户 到现在还在持续的送我一些东西 就都会收到这些他的感谢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收入 其实是一个无型的收入 那我觉得这对律师来讲也是 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好 我最后做个总结 律师这个行业 其实有非常多的挑战 但是也有非常多的收获 那如果大家想尝试看看的话 也就是说有些学生 想尝试看看的话 可以检视一下 我刚刚提的那些要件 你是不是符合 你是不是国文的成绩很好 你是不是逻辑能力很好 口条能力很好 如果是的话 可以去考法律系看看 那当然我知道法律系 很多读一读又转系 但是如果真的可以通过 透过法律系的一些培养 那以后去考上律师 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职业的选择 好 今天说到这边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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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